加拿大政府急了 而且他們真的是真的是急了 一開始在首都他們以為他們只要 繼續的躲在地下室 然後請媒體報一報這些卡車司機的負面新聞就好 因為是他們這些民眾在首都前面的商業住宅區聚集 自然會有其他的人出來反對這些卡車司機 但是現在不同了 這些卡車司機堵住了加拿大的經濟來源的命脈 他們必須要派出警察還有軍隊 在國家的本土出動 不是國民警衛隊 而且要給他們更大的權力來攻擊這些 目前可能很吵 但是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沒有促成暴動的卡車司機 因為土豆認為說這些卡車司機做的事情是違法的 I don't know the rights of Canadians to peaceful assembly and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But these blockades are illegal And if you're still participating, the time to go home is now If you're still participating, the time to go home is now 如果你還在參與在其中的話,現在就是回家的時候 沒有錯,加拿大政府給了最後通牒了 你再不回家,就開始抓人囉 你要吵的話,就去吵其他人 去吵首都前面那些的這個居民們 或者是去一個礦野裡面鬧 不然,我生氣囉 Please, don't make me do this 得到的結果就是 越來越多人看清楚這個就是左派的真面目 還有這些自稱自由派的政府有多項法西斯 越來越多人支持著卡車司機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抵抗暴政的行列 自由車隊,freedom convoy 逼出來的不只是加拿大左派政府放棄強制疫苗 而是逼出來左派政客的正面目 我是Eden,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自由是什麼? 常常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或者是我們看著別人 以為我們想要變得跟別人一樣 換句話說 很大一部分就是不知道自己的identity 想要更了解神是怎麼看我們的 例如像這間MyID這間公司的名字 定期使用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的面膜 這個特殊配方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瘡、皺紋、青春痘、粉刺 全部都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 設立這家高檔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對於人口販賣者的 惡行的警覺性 還有對受害者的實質幫助 這些受害者如果沒有被醫治 重新回到他們的社會正常生活的話 他們將會是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或是誰 像定時炸彈一樣隨時都會爆炸 當你在MyID打Live購買時 使用折扣碼AI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都會拿去幫助這些被摧殘中的兒童 也有部分也會來幫助AINews 繼續傳播證據的價值觀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面膜實在太好用了 現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碼 還送價值25元的眼膜喔 自由被侵犯的時候 常常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原來根本就沒有自由 因為他們已經在政府下面待習慣了 所以他們對自由的看法就是被政府教育出來的 例如你問台灣人自不自由 台灣人就會說台灣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 網路沒有被封鎖 可以用Facebook可以投票 如果你問中國人自不自由的話 中國人會跟你說我哪裡不自由了 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我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誰說我不自由了 只有一個東西 當這個東西隨時被別人奪取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其實你一點都不自由 你沒有辦法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你失去了那個東西 那這東西是什麼? 就是金錢 也就是說最明顯可以知道你是否被控制的時候 就是你的經濟自由有沒有被控制的時候 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會有這麼多的人 會去投資在虛擬貨幣裡面 或是想要直接跳過原本的政府創造的一個經濟體系 來創造出一個新的經濟體系 原因就是為了要避免現在加拿大政府做的事情 自由的西方國家比較沒有發生過 但是 政府控制私人財產 私有財產 其實在其他的極權國家裡面是常常發生的 在一個極權國家裡面 人民不會想要把錢放到銀行裡面 因為政府可以隨時封住那個銀行 然後把你的錢拿走 所以說人民才會把錢藏在什麼 床墊下面啊 沙發下面啊 或像很多中國的生意人 或是政府官員一樣 就算投資移民很貴 他們也要把錢放到美國來 因為放出去的錢就是他的錢 自由的政府保護的就是私有財產的權利 那麼加拿大政府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徹底的變成一個獨裁政府 加拿大財政部長 一位女的叫做 Christia Freeland OK? 她姓自由之地啊 她現在要執行的行政命令就是 不需要法院審核 不需要合法 不需要正當程序 任何經濟服務都有權利被凍結 或者是停止運作 不管是私人的還是公司帳號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美國的美金不是國家在印鈔票 為什麼是聯儲會 Federal Reserve 為什麼 Federal Reserve 是個私人企業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你的錢是國家給的 國家就有權利奪取你的錢 The government is issuing an order with immediate effect under the Emergencies Act authorizing Canad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temporarily cease providing financial services where the institution suspects that an account is being used to further the illegal blockades and occupations this order covers both personal and corporate accounts as of today a bank or othe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will be able to immediately freeze or suspend an account without a court order in doing so they will be protected against civil liability for actions taken in good faith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我來解釋一下他剛剛說的那一串文言文 到底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如果今天 Bank of America 認為你在十一奉獻給你的教會 然後你的教會可能有做一些事情 是政府不喜歡的事情 例如像說疫情當中持續開放 室內沒有強制戴口罩 或是牧師在上面沒有強制疫苗政策 可能是你的個人帳戶 或者是你的公司帳戶 BOA就可以凍結你的帳戶 不需要經過法律審核、法院審核 不需要經過合法程序 不需要經過鎮囊程序 銀行可以完全的奪取你的財產 而且不需要負任任何責任 你失去了你的財產 你也不能告銀行 因為銀行在做的是政府允許的好事 act in good faith 所以說如果你現在在加拿大有賬號的話 你想要把你的錢捐給任何關於這次卡車司機的抗議行動 你的帳號就可以被銀行封鎖 如果還是不能徹底了解的話 就是馬雲、趙薇、范冰冰之前發生的事情 政府就隨便灌了一個罪名在他們上面 然後把他們在國內的銀行帳號裡面的錢全部封鎖 這個在西方國家或者是以美國憲法為基礎的憲法治國的國家 都是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 徹底的侵犯了財產私有權 而且把這個權力 無止盡的控制金錢的權利交給了全世界最貪婪的一群人 就是銀行家 而且這些人只要認為你可疑就可以了 不需要任何的調查 那目前這樣的法律在西方國家有沒有 像在美國有沒有 當然有啊 就是跟資助恐怖分子的組織有關 但是也要做調查 也要寫報告 也要有相當的證據 而且人民合法集會 也是寫在他們的憲法裡面的 絕對沒有包括資助這個freedom convoy 因為目前這些freedom convoy沒有做任何事情 他們不是恐怖分子 那加拿大政府該怎麼辦呢? 他就是要擴張這個法律範圍 現在包括這些卡車司機在做的事情 所以現在就是 蓋達組織 奧開打 911那個 然後ISIS 就之前在中東那個 還有freedom convoy 首先 我們正在擴展著 加拿大的抗資金錢 和特派資金的規定 所以他們會擁有 公開資金的網頁 以及他們使用的支付支付 所以現在他們要把所有的集資網站的服務都包含在裡面 例如像說 PHC Project Help Christian 使用的Patreon 或者是 AINews使用的 Coffee 或者是GoFundMe 全部都要包括在裡面 你要人民更不相信政府嗎? 你要更多人起來抗爭嗎? 這個就是達到革命推翻政府的方法 左派總是認為說 如果有人不相信政府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給政府更多的權力 而且要執行力 來逼別人相信政府 如果說各位有一點常識的話 就會知道說 信任這個東西一旦被動搖了 重新建立是絕對不能使用逼迫的方式 你聽過一對夫妻 然後其中一個人劈腿 然後逼迫另外一個人相信他絕對不會再犯 然後他們現在過的是 幸福快樂美好的日子嗎? 我沒有 現在加拿大的人 會更不相信政府 因為他們知道 政府想做什麼事 而且政府會做什麼事 在節目繼續之前 先暫停一下 來感謝一下一直以來給我們機會 而且贊助我們的公司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 而且還有好消息 就是今年四月可以跟他們一起去一趟以色列的經典之旅 享受他們的文化 美食 以及感受一下最純正的聖地旅遊 加拿美帝旅遊公司 是這邊唯一一家旅遊公司 只做聖地旅遊的 他們這次推出的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有基督徒以及當地以色列的專業導遊 按照聖經的真理來介紹每一個景點 不管是住的酒店還是吃的餐廳都是萬中選一 集品中的集品 全部都確保了衛生的環境 清潔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說如果你打過疫苗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去一趟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政府的關係 他們的疫苗政策 像我這個樣子沒打疫苗的人暫時不能去 現在就是去耶路撒冷最好的時刻 人變少了 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享受、拍照 真正去沉浸在聖地的時間變多了 你去過以色列嗎?我沒去過 但是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去 聽說四月的時候就是去以色列最好的時候 你不想要去那種人擠人 然後而且又熱 有時候出去玩 然後天氣還有那種人身上的那個味道都讓我 Anyway 趁著人少 而且四月又涼爽的時候 現在就打電話給加南美帝旅遊公司的Wendy 或是Pamela 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參加他們的四月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螢幕的上方有所有跟他們聯絡的方式 打電話的時候 記得說你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喔 真的去一趟聖經的律法的發源地 一個改變整個西方世界的法則或規律 讓你回家看聖經的時候更寫實 更有故事性 讓我們更可以了解說 神要我們達到的自由 神要我們得到的自由 到底是什麼 土豆會做出這個樣子的政令 其實只是因為他討厭那些卡車司機 那些卡車司機又讓他的經濟受損 然後又沒有面子 所以把一堆任何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 扣在這個卡車司機的頭頂上 還記得他兩個星期前說的嗎 納粹奇這個事件 各位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很多人說AI News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我們都看了 OK 他們不是在吹捧白人至上種族歧視 他們在當下是說 土豆你就跟納粹一樣 你是法西斯政府 你喜歡這個旗幟嗎 結果就被其他的人說 當下的這些示威人士說 你這樣做會產生誤會 所以這些納粹奇這東西 就全部馬上撤掉了 結果主流媒體是怎麼報導的呢 而且到現在 土豆也沒有跟任何一個卡車司機的人 交談過 更不用說他們的領導了 完全沒有聽他們的訴求 為什麼卡車司機一定要打疫苗 他們的工作 對於病毒來講 應該是最安全的工作了吧 其他人的工作 都是需要跟人接觸的 他們的工作 就是他們一個人 在車上開車開好幾個小時 而且現在加大很多城市 都已經開始解除疫苗禁令了 就連美國最極權的加州 華盛頓、紐約 都開始解除市內戴口罩的禁令的時候 你卻逼著這些一整天 幾乎都一個人的卡車司機打疫苗 讓他們沒工作 逼著他們起來抗爭 現在還要奪取他們的私有財產 不只這個樣子 還要奪取奉獻給他們的人的私有財產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怎麼可能會這個樣子呢? 難道他想要把加拿大 變得跟中國大陸一樣嗎? 一樣專制、一樣極權 以下是將近10年前 2013年的時候 這位總理在電視上 有著一堆支持他的婦女會前面 大聲地說 獨裁多好啊! 獨裁者多棒啊! 我好希望我們能變得跟中國一樣獨裁 我的目標就是 變得跟中國一樣獨裁 反正我長得帥 反正會有一堆白痴 無條件地支持我 如果我能跟中國的領導人一樣獨裁就好 如果我能跟中國的領導人一樣獨裁就好 有一個層次的尊重 我其實有一個層次的尊重 因為他們的主要是 有一個主要的主要 能讓他們 其實他們 把他們的主要轉 他們去年輕鬆 我們需要去年輕鬆 我們需要開始 在獨特斯 有一個階段 我知道 Stephen Harper 會想到 要有一個主要主要 他可以做到 他想到 我想要留這段影片的後面那個人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看 一個不知道是印度人還是中東人 如果他的思想是保守派的話 尊重個人自由的話 我們就應該要投票給他 而不是投給一個看起來帥帥的長得像王子 但是其實他是個毛澤東跟希特勒的綜合版 聚集民眾要翻轉這個時代就是要這麼做 攻擊會讓政府受傷的地方 不是抗議打擾人民的生活 政治人物瘋了就會開始亂立法 因為他們只能使用警察的力量來逼迫人民 當軍隊跟警察的家人也被政府壓迫的時候 而政府卻逼著這些警察還有軍人壓迫他們自己的家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得到最大的力量 卡車司機一定要繼續撐下去 請幫他們繼續禱告 有能力資助他們繼續封鎖邊境的人 請幫助他們 讓他們逼出左派的假面具 而且要跟他們傳譜音 絕對不要被挑釁 然後做出像1月6號那樣衝動的事情 今天講了一堆加拿大的新聞 好像沒有講到什麼美國新聞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最後一個新聞 我們來看美國這邊的左派政治方向 跟土豆一樣 完全跟現實脫離 而且為的就是要強制奪取更多其他人的權利 平民的權利 但是 他們有特權 昨天Felicia的新聞報導上面說 表演的明星 還有VIP的觀眾 政治人物跟千萬富翁沒有一個戴口罩 只有一組人他們是有戴口罩的 就是洛杉磯青年管弦樂團 上台表演的時候那些小孩 Facing the rising sun of our new day begun 對 最沒有聲音的人 就是要戴口罩 他們沒有特權 其他的億萬富翁 千萬富翁 他們都可以做自己 他們有特權 MSNBC 同時也是侵蝕西方國家 吹捧恐怖分子的左派新聞組織 Al Jazeera 一位左派記者 他發了一個推文說 持續強制口罩 特別是在學校 只要在有可能執行的地方 繼續強制疫苗 把強制疫苗放在 而且執行在國內旅遊 在飛機上面 發出更多的高級口罩 以及要求不斷的病毒檢測 開放無限接種 加強針 還有擴張最高法院的席次 我說真的 我希望所有左派政治人物 全部都看到這個推文 然後真的照著他的方向來執行 有終你就來 你就持續 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面 奪取人民憲法保護的權利 現在只是摧毀拜登總統選舉而已 再搞下去 左派摧毀的就是他們掌控的所有權利 跟信譽 明明現在他們的方向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為了他們的面子或是權利 一錯再錯也要繼續搞下去 聰明的人或是想要繼續掌權的人 就會知道說 就算騙人口頭上轉一下政策的方向 例如老妖婆Nancy Pelosi 她現在出來說 廢除警察經費 不是民主黨的政治方向 是的 現在這些左派的政客 開始出來推翻自己的方向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還有整個政治方向已經有在改變了 但是還是要呼籲各位 我們要改變的是世界的文化 我們要翻轉的是整個價值觀 不是只是改變執政者就好 因為他們離你離得很遠 但是我們身邊的掌權者 影響到我們生活的 我們孩子生活的更大 不只是我這個樣子想 連左派都知道這一點 以下是一位年輕的左派老師 告訴我們 我們這些保守派做的事情都沒有用 我們不是付他錢的人 我們不是他的老闆 就算保守派的人執政 他們還是要繼續的使用教育 來洗腦你的小孩 所以我看你覺得你做了一些事情 因為父母或是民主人們 有關關於他們的選擇 這就是他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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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選擇 他們的選擇選擇 and now that legislators are trying to implement these things but still in fact a parent not my boss I don't actually answer to them so get bent 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 我们要翻转这个时代 要传达圣经的价值观 要保护家庭 保护自由 保护信仰 因为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有另一群人 他们也是这个样子想的 他们想要的也是翻转这个时代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完全对立的 我在看到这位老师的影片的时候 我感触非常的深 而且 真的好明显 左派多了解他们要做什么 左派多了解政治人物 并不能控制所有的人 左派多了解 他们要继续的传他们版本的好消息 但是我们常常还以为 只要一个政治人物上台 就可以解决这一切了 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不可能依靠一个人 一个政治人物 进入国会 或是当上某个政治人物上面的职位 我们就觉得我们赢得这个战争了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更像耶稣 活得更丰盛 对于政府现在疯狂的压迫 我们可以跟他们说 Bring it 压迫越大 我们就越强大 跟贝纳松咖啡的广告一样 压力越大 越能萃取出精华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一出大胆创新 前所未有 特为华人庆佳节的3D虚拟制作 已经问世了 神奇传播尝试 以特效演出 真诚见证 3D虚实融合 神奇春晚云佳节 隆重在线上演 曲宁剧场 原创新歌 仿真人物 大家好 我是核桃市的市长 秦郑国 我是王维中牧师 大家好 我是刘沙伦 大家好 我是歌手 音乐制作人 香海 动感敬舞 尽心 尽心尽心尽一尽力 爱主我的神 生命见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有主耶稣的带领 不但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 疾病得到抑制 需要得到供应等等 温馨 温馨 希望能带给您耳目一新的视觉 享宴 请大家进入神奇传播的YouTube频道 点击观看 另外 神奇传播这次又开发了新的辅助工具 同步以电子书的方式介绍节目内容 人物及花絮等等 提供您更完善全面的浏览 可借由个人电脑、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手机 或是专门的电子书阅读器来阅读 精彩内容请搜索神奇传播YouTube频道 预知更多详情 请拨打神奇专线626-213-732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